各位学员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学习的是增值税里面第二节 关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登记 可以说是在我们整个增值税11节当中 这节呢是内容最为简单的 作为考试呢 它的考点或者说呢 考试出现的频率也是最为低的 因此作为这一节内容的学习 我们不需要大家花很多的时间 那主要是把一些基本的规则了解即可 好那关于两类纳税人的这个划分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划分的这个要求和登记的要求 那作为一般的考点我们知道一下 作为增值税的纳税人 咱们为什么要把它人为的分为两类呢 主要就是为了简化增值税的这个计算和征收 同时呢也要加强对增值税纳税人的这个管理 减少征管当中的漏洞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把纳税人啊 就我们前面第一节讲过的符合征税范围的这些所有的单位和个人 人为的给他划分为两类 那当然划分就要选择划分的这个标准是吧 那我们的标准呢 就是按照两个 一个那就是看纳税人你的会计核算水平 因为作为一般计税方法下 那咱们要按照你销售所取得的销项税额扣减你够近啊 所支付负担的近项税额 这样的话就要求纳税人的会计核算水平要健全 不健全的那你没法来抵扣啊 当然了这个是否健全啊 它是一个比较软实力的 那更主要的好判断的还是它的经营规模 经营规模比较大的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扣税的这种方法 就是一般纳税人的一般计税方法 而经营规模比较小的呢 那我们就按一个简易方法 所以对两类纳税人的这个划分 两个标准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一般了解就行了 那就是两个标准里的第一个 硬性的有数量的 这是关键 只要够了这个标准 那一定是一般纳税人 那如果不够这个第一个标准呢 那我们会计核算健全的 不够这个经营规模的 也可以成为一般纳税人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围绕着这个标准啊 那就年销售额500万来提一下 这个500万的标准呢 不是咱们增值税 一开始就定的这个标准 那这个一开始我们增值税呢 它的标准是按照纳税人所从事的行业 如果说是制造业啊 就是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 我们年应税销售额当时是1994年的时候定的 那就是50万 如果说你从事批发零售啊 这种这个流通领域的 那就是年应税销售额是80万 到了2016年5月1日是吧 这个银改增以后银改增的纳税人呢 他定的是500万成为一般纳税人 等于不同的行业他不一样的标准 这样呢我们从2018年的5月1日起就给他统一了 那统一呢就是年应税销售额都是500万 当然你正好是500万是吧 那这时候还是按照这个小规模 如果说是500万以上了 那是按照一般纳税人 不过这里面就这么一个问题 那就是纳税人啊 他一直就已经早就设立了 以前呢他是作为原来的划分标准 是够了一般纳税人了 比如说我是一个贸易公司 是吧 我这个一年的销售额呢是200万 那这样的话他已经够了像贸易性的 80万以上的就够一般纳税人了 那现在呢你统一为500万 那我这200万的年销售额就不够这个500万了 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是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 叫做转登记 是吧 转登记作为小规模纳税人 当然你也可以去选择 如果不转登记 虽然经营规模小吗 但是我原来是一般纳税人 我核算肯定是健全的 那我们就继续当一般纳税人 好这个是已经都过去的事啊 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年英税销售额 是吧 500万是一个数量 那年英税销售额本身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界定呢 那我们了解一下 那就是在连续不超过12个月 或者说按季度的就是连续4个季度 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一个一年的那个销售额 它不止是我们指的会计年度 或者说你这个叫做纳税年度 1月1号到12月31号 咱们不是那个年度啊 咱们所说的这个年度呢 是连续的不超过12个月 或者是4个季度 是吧 在这样的连续的时间里面啊 只要你够了12个月 是吧 连续的 那你的这个年英税销售额累计加在一起 是够500万的 就一般纳税人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年英税销售额都包含什么 它包含的内容 那一般来讲呢 是你自己申报的 是吧 是你自己申报的 那就是既有免税的 免税你说不纳税还申报吗 当然要进行申报 征税范围里面免税的 你也是要进行申报的 另外呢 还有一些是属于在增值税的这个 是同销售里面 它要作为销项税额考虑 那是同销售要交增值税 但是会计上我们可能根本不把它作为收入 那这样的话 也是你必须要交增值税的叫做申报的销售额 当然有一些就是纳税人提供了 比如服务餐饮服务 但是呢 这个来消费的个人消费者这些顾客 他们都是个人消费也不需要回去报销 所以呢 他也不需要我们餐饮行业开发票 那这些没有开发票的销售额 是不是也要交税呢 当然是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咱们这个申报的销售额 是包含的范围挺广的 另外还有急查 查补的销售额 查补出来的 那它不是你现在的业务 它肯定是以前的业务 但是呢 以前的业务查补出来的这个销售额 要按照业务发生当时来补税 来乘以税率 因为我们税率这个几年当中呢 是有过变化的 所以要按照当时的税率来补交税款 但是呢 你那个查补的销售额 要算在现在的年营税销售额里面 另外还有纳税评估调整的销售额 这些都是年营税销售额 当然也有一些叫做特殊的 这些特殊的呢 那你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了 首先那就是纳税人偶然发生了一些大额的销售额 什么大额啊 比如说是销售了无形资产 你进行了这种技术的这种无形资产的销售 或者说这个像餐饮企业 它有一些是知名的是吧 它是有老字号 那我把这个老字号的牌匾给租出去了 这些都是无形资产 另外呢就是转让不动产 这个可能更为常见啊 无论你是哪一个类型的纳税人 那可能你都曾经有过房产的购置 现在呢我把它给卖出去了 这一下它的销售额就上去了 那这种你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你不是以销售不动产为主业的 你是偶然发生的 这种情况下呢偶然发生的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的销售额 是不记录咱们的年一税销售额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纳税人 他交增值税的时候是按照差额纪税的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旅行社 那咱们来收这个各种各样的旅游者的旅游费用 比如说我年收了800万 但是这里面有相当的一部分 是属于我们要支付出去的什么交通费 住宿费 餐饮费 旅游景点的门票费 这些呢我们是要支付出去的 所以在我们后面学习当中 咱们就会给大家介绍 假如说这总共是500万 我们是可以在交旅游业的增值税的时候 把这些列举的支付出去的给它扣除的 那扣完了以后呢它就是300万的年销售额了 那到底我们在考虑它交增值税的时候 是按照一般还是小规模 那我们是按年应税销售额总的还是按照这个差额的呢 这说的非常明确 是未扣除之前的 那也就是说应该按照你的总的这个收入这块 所以像这样的在选择题里面 我们有所了解即可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就列举这么一个选择题 问的就是下列各项当中 应该记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当中的年应税销售额 那到底有谁呢 那我们说免税的啊 这本身就是你申报的销售额 是吧 视同销售的这都你申报的销售额 而纳税评估给你调整的是吧 集查查补的这些都应该纳入叫做年应税销售额 所以四个学校都正确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提一下 关于这个增值税的两类纳税人当中啊 如果说是下列这两种情况 它是不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 那就是说你只按小规模 那这两类 一个是非企业性单位可以选择是吧 非企业啊 像这种非盈利的是吧 比如事业单位啊 一些社团组织啊 那他们是可以选择 但是呢 按照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 如果他是到了年应税销售额五百乱的啊 这个都得是一般纳税人了 好 那第二个就是年应税销售额超过标准的 其他个人 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然人 是吧 自然人我名下有一套房给卖了 是不是增值税征税范围呢 销售不洞察啊 这应该是 但是你按照什么来交税呢 我这套房卖了六百万 超过了年应税销售额五百万 他也按照这个检疫方法 因为他是不得办理一般纳税人的登记的 好的 那我们在一般纳税人登记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的限定 这个也是从来没有出过什么考点啊 只不过有这个规则 我们提一下而已 那如果说纳税人 你在考虑这个够五百万的时候 他是按十二个月 是吧 那么这十二个月呢 咱们说了 应该是 超过规定标准的那个月份 比如说上个月的 就去年的是 十一月 是吧 十一月一号 十一月算起 那么到今年的呢 那就应该是 到今年的十月三十一号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连续十二个月 是吧 那这样呢 在你这个今年的十月份 这就是我们说的纳税申报的所属期 结束后的十五日 那就是说十月份的 你应该在十一月十五号之前 进行纳税申报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 那就是十一月的十五号之前 你要办理一般纳税人的认定了 因为你这个已经够了五百万了 好 那现在 在交税的时候 那你说我们是十一月份 是吧 还是十二月份 按照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来交税呢 那这块我们就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从生效之日起来计税 那什么叫生效之日呢 可以是按照当月一日 当月一日是吧 那就是十一月份 按你交十月份税的时候 按一般纳税人 也可以是从次月一日 那就是说十二月份 你按一般纳税人来交税 所以这样的话 一般的规则时间了解 好 那说到小规模纳税人的登记 那我们知道那就是 你年应税销售额又不够那个五百万 同时呢 你会计核算 它也不健全 等于是两个标准 你一个都不具备 这样的话 按小规模登记 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的是 简易征收方法 所以呢 他就不需要进行 这个应纳税额的扣减 就是按一个计税依据成的征收率 当然在我们现在 这个对增值税的减税降负当中 对小规模纳税人 我们有叫做普惠性的一些优惠政策 比如说从今年的一月一日起 咱们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 那就是月销售额是吧 十万 就是按月 如果是按季度的话呢 那就是三十万 那你不够这个销售额的规模 没到起征点 你可以不交 是吧 同时呢 你够这个 这个起征点了 该交税了 那我们在今年啊 2023年的一月一日起呢 他对小规模纳税人 是减按1%来进行征收 所以这些规则啊 这些规则我们在税收优惠里 对小规模纳税人呢 还会提到 好 接下来就要提一下 对两类纳税人之间的转换 这个也是一般了解的一个内容 那作为会计核算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 如果说你愿意成为一般纳税人的话 咱们说你是可以从小规模啊 转为一般纳税人的啊 所以从小到了一般纳税人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你成为了一般纳税人 你再转回来 你说我现在啊 不想当一般纳税人了 原因也很简单 一般纳税人销售后13%的税率 那我们可以扣减进行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可以扣减的进行 那我觉得啊 按13%不合适了 我想转回小规模 还按3%来交 这规则说的很清楚 是不得的啊 但是特殊情况例外 所谓的特殊情况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2018年5月1日 咱们把啊 这个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年英税销售额的规模给他调整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是吧 你原来是够一般纳税人的 现在一下提到500万 你不够了 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转回的 所以这个叫做转登记 不过只有一次机会 而且这次机会呢 已经是现在过期了啊 所以这样的问题也不太可能在考试中考我们了 那如果说你转回了 成为了小规模纳税人 你今后经营规模在连续的12个月 或者说是连续的四个季度里面又够了500万了 那你这时候还得要再成为一般纳税人 所以我们称之为从一般人到小规模纳税人啊 这叫什么呀 这叫转登记 是吧 转登记啊 只有一次 只有这一次性的 那如果说你成为小规模纳税人之后 你年英税销售又够标准了 那我们要再成为一般纳税人 这叫再登记 是吧 再登记 它实际上呢 也是一次性的 你成为一般纳税人 你就不能再转回小规模纳税人了 好的 那么在整个这个知识点里 主要就是对年英税销售额 它的基本规定和它的范围 那接下来我们在本节当中呢 还提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 叫做综合保税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的资格管理 这个也是了解的内容 一个特殊的区域里面 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些政策 在我们考试题目中 是从未有过题目的 所以对这部分内容呢 大家可以说是花很少的时间 一带而过了解 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内容呢 那我们知道 咱们现在的这个综合保税区 包括咱们的就是综合实验区 这些都是在国家对外 这个扩大开放 对外来进行经济交往交流当中 非常特殊的区域 那像这种综合保税区 什么意思呢 它是设立在我国境内的内陆地区 也就可以说是内地 那这样呢 我们也可以说 是咱们在税收征收管理当中 所提到的境内 不是这个国家主权 所提到的境内 税收征收管理里面的境内 那在境内这么一个 就区域范围里面 是吧 境内 咱们会设一些特定的区域 那这些特定的区域 原来呢 可能更多的是在什么沿海啊 港口城市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 那这些特定的区域呢 它的特点就是 已经这个在境内了 可是呢 什么样的特殊的啊 就是监管区域里面的税收规定呢 好 内容嘛 挺多的 那由于呢 我们是考试的这种辅导 所以跟考点关系不太密切的 我们就不做重点介绍了 这样呢 我就挑了几个社务处理的几个业务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首先 那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一般纳税人 是吧 你已经是一个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啊 这个企业 比如说你是专门的啊 这个呃就是 贸易加工企业 在这个区域里面了 是吧 那你要进行 加工生产产品 你要进口国外的这个设备 那这样呢 他就有叫做 展免征收啊 展免征收进口税收的规定 是吧 那说的就是试点企业进口的 自己用的设备啊 你生产啊 货物的 或者说我本身呢 是一个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啊 仓储保管企业 是吧 或者说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啊 这个呃物流的企业 那我要购买的啊 这种运输工具啊 是吧 啊 仓储保管设备啊 这都是我们的自用设备 那他虽然是进口的 但是呢 进口可以免税 因为他是在境内关外 这个特殊区域里面来使用的 呃 另外我们还提到了就是保税的政策 所谓的保税啊 是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又一个特色 那就是保留 对这个区域里面指定的 这个货物或者说是 其他购进的东西的 一个征税权 保留征税权 那什么情况 比如说从境外购买的啊 进入试点区域的货物 呃 从境外购买的原料 那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要进行加工 加工完了以后生产 然后我们再出口 所以这样的原料 在这个区域里面是进了 呃叫做这个这个国境了 是吧啊 他没有进 他没有进 关进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进口的啊 这些原料就可以保税 确切的说呢 就是你先不用交税 那为什么不用交税呢 因为他在这个区域里面 加工完了还要出口 但是你没有出口 那我们这就提到了 就是从这个境外买的 但是呢 他向境内的区外企业 是吧 那也就是说 他从啊 这个保税区里出来了啊 继续往境内买 这种情况下 就是按正常的进口来对待了 所以就是要正常的申报缴纳啊 增值税也好 消费税也好 好 那我们还有第四个政策 就是真在这个区域里面啊 咱们加工生产的 比如说原料进来是没有交过增值税 保税吗 那这个设备呢 也是啊 可以免税的 那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生产 加工出来的那个货物 他还会有一些从境内买的服务啊 你比如说是吧 买的店买的一个配料等等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要是生产出来产品啊 叫做离境出口了呢 好离境出口 那我们在国内买的时候 所支付负担的增值税 是可以享受叫做增值税的 出口退免税政策的啊 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啊 是从境外买的啊 这些货物呢 在这个区域里面 他是没有交税 保税了 但是还没有经过加工 然后就直接呢 他又离境出口了 所以这样的啊 可以称之为 类似于是吧 咱们这个仓储 是吧 过境的货物 这样的货物呢 他实行出口的时候 增值税叫做 叫做免税 因为没有征过 所以他就不会涉及到 什么退税的问题 因此啊 对综合保税区里面的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实际上那就是根据你不同的业务 他有增值税的啊 这种啊 展免征收是吧 以及啊 保税啊 以及正常征收 还有退税 还有免税 不同的政策 但是呢 这个考点由于从来没有出现过啊 所以我们的政策说的很细 就不需要我们在这给大家在一一的逐条进行分析了 基本政策我们清楚就行了 总而言之 我们整个的这个第二节啊 涉及到两类纳税人啊 他的登记是一般了解的内容 我现在的这种证据是一般的